牛肉面我们大家都吃过吧 但是 这么多牛肉的面 你吃过吗 今天我带你们去我们当地最贵的一家牛肉面馆 吃一碗最豪腾的牛肉面 一口面来一口肉 一顿让你吃个够 锣鼓喧天边泡鸣 你看这面行不行 当这碗牛肉面呢 端到你面前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这碗面一点都不贵 你会感觉物超所值 我呢其实不是在给这家店做广告 我真的是慕名而来 如果非要说二蛋做广告的话 那么二蛋是为内蒙古的牛羊肉做广告 因为内蒙的牛羊肉 真的非常好吃 好了废话不多说 出发 吃肉肉了 前两天我姐请我吃的烧烤 今天我请她吃最豪腾的牛肉面 没有撤退可以 老板老板 老板给我来一百碗面 哥大碗牛肉面多少钱 二十五 小碗萝卜面多少钱 二十二 一大碗牛肉面 然后一小碗萝卜面 昨天你请我吃烧烤 今天我请你吃大块牛肉面 来点小菜 泡萝卜 有没有想学这个泡萝卜的 想学告诉我我给你们安排 这个时候怎么能少了82年的嘉宾呢 你们吃的牛肉面肯定是面里面找牛肉 但是今天这个牛肉面呢 是牛肉里面找面 这一碗波谷面就更夸张了 根本就看不到面 全都是肉 那某人没有肉怎么能行 这个应该是正宗的乌冬木庆牛肉 有肥有瘦 肥而不腻瘦而不缠 这个牛肉碗你给它加任何调料都感觉是多余 因为它太鲜美 你加调料就把它这个鲜美给掩盖住 所以什么调料都不用加 这个面条特别粗 蒙古人的热情奔放 心胸宽广 心怀坦道 都体现在这碗面里 一口面一口肉 一口面一口肉 真的特别哇酸 你看它这个汤啊 一点颜色都没有 淡淡的奶香味 不加拿任何调料的味 来看一下我姐这碗波谷面 我说这是一碗面有人信吗 哎呀这大肥肉 这金头八脑 腻吗 不腻 脖骨本来就是 它肥一点才好吃 它本来就是肥 但是肥而不腻 行 吃麦条要没有蒜 那就没有灵魂 它的尖椒应该是烤的 用酱料腌制的 烤尖椒非常的有特色 现在倡导光盘行动 节约粮食 人人有责 争取一点都不剩 它这碗面 吃完 说明我的饭料还是可以 你看它碗口比我脸都大 哇 这还有牛蘑菇啊我的可 这一碗面25块钱 朋友们你们觉得贵不贵 哎呀吃饱了 真过瘾 听不见的朋友 如果你来牛蘑菇 记得找二大 二大请你吃 我们当地废豪豪的牛肉面 哥那你忙着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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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